蝉在树上蝉卵却从地下出来 究竟是为什么 逃出的土都去哪了 我们对于夏天的记忆 其中一定少不了蝉鸣的声音 相信很多人都对这种生物不陌生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们见到的蝉大多为成年体 却基本没有见到过它们的幼虫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它们从出生开始就长这样吗 要知道 蝉也被称为知了 一般生活在树上 所以在它们的繁衍行为 也是在树上进行的 每年的六月到七月 是蝉鸣生最大的时候 同时也是它们进行交配的季节 当知了交配完毕后 它们会将蝉下的卵放到树干中 可是想要等它们成功长大 还需要经历好几个阶段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 蝉鸣明明将自己的卵铲在了树上 可是它们的幼虫却是从土地里爬出来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知了蝉下的卵在树干中停留了一段时间后 就会有弱虫从里面爬出 然而它们并不能一直生存在树干上 所以在有风的时候 知了的弱虫会随着风落到地下 从此开始它们的地下之旅 在落地之后 知了的弱虫就会不断地开始跑坑 然而在地下生存的这段时间 对它们来说却是十分漫长的 一些品种的蝉需要在地下折服三到五年的时间 然而更有甚者需要停留17年 才能够成功进化为成统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 知了的弱虫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不断获取食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 然而它们还需要忍受孤独 等待成功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可是我们很少能够发现它们在底下挖出来的坑 那些多余的土都去哪里呢 由于知了弱虫的体型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它们挖出来的洞也并不会很大 因此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就很难发现它们打出来的洞 不仅如此 其实这和它们身体分泌出的物质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知了弱虫身上可以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液体 在打洞的过程中 能够与泥土完美地混合起来 这样一来就能够让洞中的墙壁更加柔软 并且也能够将大部分的土壤全部利用起来 这样一来 在打洞的过程中就很少会有多余的土壤 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 稍微被风一吹就全部没有了 那么知了在地下折服这么多年 它们不会无聊吗 要知道 知了的洞也需要随着它们的体型增大而不断地扩大 因此它们需要不停地修缮自己居住的洞穴 这样一来就能够住得更加舒适 所以在知了弱虫平时的生活中 打洞是它们最常做的事情 当然除了打洞之外 知了弱虫还会在天气比较高的时候 从洞中爬出晒晒太阳 而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 它们也能够及时躲避 拥有灵敏的感知系统 才能够成功活到成虫时期 可是为什么它们会选择在地下生存 难道在树干上不是更方便吗 其实这是因为知了弱虫的体型太小 并且没有攻击性 所以在自然界中的天敌也就非常多了 如果它们生存在树上 那么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完全没有自保能力 可能还没有变为成虫 就已经成为天敌的盘中餐了 当知了弱虫成功与化为成虫 那么等待它们的诱惑是什么呢 每年的六七月份 蝉鸣声就会变得格外的大 而它们为了与化为成虫 必须要经历四到五次的退壳 并且对于它们来说 最后一次退壳是非常重要的 在它们脱壳的前一个晚上 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将自己的身体倒挂在树枝上 然后从上半身开始逐渐将外壳退下 当然这次退壳也是十分危险 在整个过程中 它们不能受到外力的攻击 一旦被打扰 轻则造成身体残缺 重则失去生命 然而当它们成功语化之后 就会马不停蹄地加入繁衍的队伍 这是因为对于知了来说 它们一生中只有一次繁衍的机会 也就是它们变为成虫的第一年 当它们度过导致的季节 所有的知了就会纷纷死去 如果没有抓住这一次仅有的交配机会 那么它们无法将自己的基因要去下去 就只能暴汗终身了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夏天时听到的缠鸣声 就是知了的求偶行为 这种声音一般是雄性发出来的 雌性会根据它们发出的声音 来选择适合交配的伴侣 虽然我们认为雄缠发出的声音十分过躁 但其实它们自己根本听不到自己发出的声音 所以为了它们的繁殖计划 我们还是将就隐忍一下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